弟兄姐妹 每逢十二月份 很多信徒都在思想耶稣降生的事 当然这是历史性的神迹 我们都要在心中时常纪念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当耶稣谦卑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时 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态接待祂的呢 甚至是信主多年的人 我们接待耶稣的心 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就变得冷淡了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第二章 当西里王的时候 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祂的心 特来拜祂 西里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第十一节 博士们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 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里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们去后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里王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今天就像往日一样 当人们听到有关基督的事实 也有几种的反应 第一就是拒绝耶稣之人西里王 很明显的 西里王因自己的名利 王位而讨厌耶稣所带给他的威胁 他却没有发现原来自己若有了耶稣 便会更蒙恩 当一个人把自我当作神时 那是最可怕的事了 因为神才是万福之源 人离了神后 剩下的只有许多的不满足 想西里 有权有势有钱 却仍不能安稳满足 弟兄姐妹 若基督不是我们今日所要所倚靠的 那我们今日所追求的一切 只会叫我们落败跌倒 今天也有人因为不想自己生命里有另一个王 不想要不方便 不想要神干涉他们 只想要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 想要自由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们也许暂时会过得好 但神的创造原则始终不会改的 只子若不连羽葡萄树便活不了 人离了基督也会灭亡 正如西里王 他千方百计想要杀耶稣 结果耶稣今日仍然活着 但西里极早就死了 各位 虽然我们今天也会遇到像西里这样 抵挡基督攻击信徒的人 但我们的生命里无论有怎样的巨人 像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 神的计划和保固是不能被任何事例破坏的 那第二种对待基督的反应就是 不冷不热的人 像以色列众人 以色列民虽懂救主会生在伯利横 也知道博士们要去找基督 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却没有心要找基督 这群犹太人虽精通圣经 却不能相信和顺服神的话 反而只有得过且过 不冷不热 他们对神的这种冷漠 最终导致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 在资讯旺盛的今日 基督徒同样也拥有许多正确的属灵知识 但遗憾的是 他们虽知道却在最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跟从主的事上被卡住了 各位 你懂属灵的道理 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很多人一直留在苦楚里的理由 是因为他们不要找神 只想找外在的解脱 但人的问题是由里面延伸出来的 所以耶稣来就是要解决人灵你的问题 人听到是听到 但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因着所听得到而转变呢 我们要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信了那么久 仍然看不见神的作为呢 原来是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 心却是冷冷的 一个人不冷不热时 圣灵是不动工的 并不是圣灵离我们很远 乃是我们麻木无感时 便会有意无意地消灭圣灵感动的 各位 当我们不冷不热时 我们是失去恩典 并成为撒旦的猎物的 今天 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信徒 乃是做常有反思 而继续发现 我们不能不仅仅跟随主的信徒 那第三最后 第三种反应 就是把基督尊为王的人 就像东方的博士一样 东方就是指外邦人 神的恩典不只是局限于以色列民 东方博士的蒙恩 在于他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 注意 是寻求神本身 而不是寻求神所带来的好处 为何我这么说呢 各位 这些博士所寻找的 在当时候只是一个婴孩 看起来什么也不会 而且也不能给他们什么 所以东方博士来找耶稣 并不是要谋图什么自私的利益 但这些博士是把耶稣当作君王 当作神来敬拜的 这里 博士们献礼的动作是表示 他们愿意降服于基督 并没有想要用礼物来收买耶稣 而换取祝福的意思 这等人必定会得到上帝的怜悯的 神应许说 寻找的必寻见 各位 也许你和东方不是一样 原来是不认识耶稣的 后来有人向你介绍了 或者你虽认识耶稣 但已经离他很远了 不过只要你的心今天是愿意寻找耶稣的 神会引导你遇见耶稣 而当我们能遵基督为王时 便能得着王的喜悦 保护 使命 拆派 能力 和极大的喜乐 愿各位弟兄姐妹 在圣诞佳节期间 能再次确认 耶稣是否是我们生命的王 也能因着救主 基督 心灵 得享 喜乐 满足